这个貌美如花的女子为了能当上程序员 竟女扮男装成一个汉子 只因为这个公司不招女程序员 可汉子去洗手间时竟被当成偷窥狂胖揍了一顿 还好陈总看到她优秀的警力帮她捡 女女凌娇陆里 一次领奖现场 她爱上了代码男神江一郎 为此她报考了男神的学校和计算机专业 并一路复制江一城的学霸之路 可她毕业后 男神的公司竟然不招女程序员 为了近距离拿下男神 她带上假发女扮男装去她的公司应聘 在学校期间 我的专业成绩和综合考评都是专业第一 我还参加过很多国内外的专业竞赛 我也都获得了很多奖牌 然后名字也还都挺好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里就会跟你一模一样的 尽管陆里比其他应聘者都优秀 可江一城还是无情地淘汰了她 就在明天 江一城再次参加了母亲为她安排的相亲 为了节约时间 她一次约见了两个姑娘 这可惹毛了姑娘了 直接一杯水向她泼了过去 陆里见对方是自己的男神 不仅不责怪她 还贴心地为她送上纸巾 一旁的陆里闺蜜认定 江一城是个十足的渣男 为了揭露渣男之面目 她将刚才的事陆平发在了网上 看到网上发酵的视频 江一城气不打一出来 联系博主让她删除 不删 江一城以为这一切都是陆里所谓 自然不愿录取她 我想知道原因 因为我最讨厌被人欺骗 对不起啊 我不愿意 说过不用赔偿的是 你拍视频的还是 现在觉悟是不是有点晚了 什么视频 陆里自然不会就此放弃 她让闺蜜删除视频后 开始了对江一城的围追估 江一城一下车就看着她拿着爱心早餐 和她解释视频的误明 江一城晨跑时也会收到她投地的简 江总 江总 我的那些作品你看了吗 你到底有还没完 这天陆里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 原来江总的七管年父亲 以收回公司为威胁 让她认真对待相亲 你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解决吗 可以 够了 原来江总让陆里 为她解决父亲安排的相亲 你过来就是为了解决她 我恐高 那真遗憾 你可以走吧 哎呀 这机会摆在你面前 只可惜你自己抓不住啊 我可以试试 你这么快就不恐高了 实际上没有恐高 我更害怕失去机会 我们打个赌吧 赢的人可以向输的人提一个条件 不许失败 恐高的陆里奔着一股 勇往直前的干劲 竟然和相亲女打了个平手 这项测试 算你通过 至此陆里终于进入了江总的公司 开启了她的程序员之旅 开个爽 我有超能力 你们想清楚 有什么超能力啊 超有超能力 江总为了护住这个柔弱员工 竟然摆出了超能力 不得不说这招还挺好使 闹事者见遇到了硬场 很快灰溜溜地离开了 江总问陆里为何惹事 原来闹事者说陆里是娘娘腔 陆里不服气回顿她几句 没想到对方竟然对她拳头想想 说到陆里的幸运 江总似乎发现了什么 你怎么没有狐解啊 因为我从小 熊像金色就比较少 还有咽喉眼镜 所以假装软骨不够突出 所以没有狐解 还好这只是虚惊一场 她的身份并没暴露 不过作为假小子陆里要面对的难题 行政人员要她拿出身份证存档 没有身份证似乎说不过去 看一眼 不得已陆里只能出卖色情 还好她长了一副好面容 你的手 真热 你讨厌了 你会让别人看见了 我的身份证 我记了 都换好了 再来给你 他 其他各种证件 他也如法炮制这样堂塞过去 陆里和公司的江总 很总是笑容 一起吃饭时 他们还说起大学里的趣事 你们两个 在学校里都可出名 出名是有多出名 就是很多人都把你 嗯 把你们 当成偶像 那你呢 我的偶像 就是你啊 怪不得你这么迫切 小舅子 原来你崇拜的事 陈总 你之前来我们学校开讲座的时候 我有去参加 陈一鸣 好的游戏 吃饭都不要动 或许女孩子追男生就要这样才更有效果吧 虽然心心念念都是她 但从不说出口 行动上慢慢靠近她 等她爱上自己 没事实 这个小女生也会偷偷看看自己的男生 此时江总正在修复程序漏洞 不过似乎程序员的职业并肩周研发 江总见到躲在一旁的陆黎正好让她帮忙修复程序 陆黎的专业能力一流 三下五除二的工作就为她搞定 让她检查 和暗恋多年的男神距离这么紧 陆黎心里像有只小鹿一般乱撞乱撞 我知道好看的是 对人有点天然的心 但是工作的时候起来认真 这天同事告诉陆黎 公司明天要集体团建 而团建项目是泡温泉 想到要和一群大男人赤身裸背的泡温泉 陆黎瞬间实话 想死的心都有了 拿着 我得拖我得拖行吗 我得拖 那你快点 你拖 我们看上去 这不只是奸诈 这是奸诈至极啊 那是不是叶子 我不知道 他转过来我才知道 试试 对试 怎么这样的头看不好啊 我觉得没有眼海 天天没 同一个公司图示 你们也偷看 一同不见才能见 你们丢不丢人呢 还有别人吗 那你想怎么处罚他们呀 等回公司以后 让他们紧多给我 穿上女装办公一天 美若天心 判若两人 风花绝带 东方不败 啊 这个是整体造型的一部分 谁让你酷子配这么认真的这样 这这不能 这个真不行 江总 我个人 你 你 别 相对 你 可能 你 你 你 还是 你 莉莉终于回来啦 不是 还要谢谢你啊 给你们亲爱的机会 既然到门口了 可不先来坐坐 这是两个字母 我 C 嗯 是我喜欢人的名字 我最近经常出现精神恍惚 注意力无法集中而平 心情烦闷的症状 还有没什么特别的症状 就是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人 就哪怕见到陌生人 也会觉得是他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 精神混乱之类的病 那是不是你所有的症状 都和那个人有关 可以这么说 你这个是 喜欢上一个人的症状 这瓶我贴不了 只有那个人能吃 不可能 我建议你 再好好解销一下 这也不是他女朋友的名字呀 是公司的人 万幸的 杨阳 元 天 万幸 我 长 一成 我说了 一定是放的 一定是因为他长得太像女孩了 这个女子去拜访自己的大学教授 却不想教授要介绍同行师哥给他认识 更没想到教授要介绍的师哥竟是他的老板 而他在公司都是女般男装 你介绍的师哥已经来了 出来见见啊 来了 这是什么特别的欢迎仪式吗 师哥你好 教授师哥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站住 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呀 我长得丑 那让我看看 到底有多成 教授师哥 你们聊 我先走了 拜拜 在公司里 陆离婆妥地稳住了自己是男士的人生 却不料 江一成慢慢地开始怀疑她是女生 因为江总部承认自己会对男人动心 这天 陆妈妈发现女儿的工作正落在了家 便亲自为她送去公司 可电话里陆离只要妈妈在楼下等她 因为她女扮男装 进公司的事一直瞒着妈妈 随后陆离赶紧拿起换装包 通忙换装去见妈妈 可回来时 她穿裙子的样子正好被江一成看见 江总赶紧爬楼去追 可穿裙子的女孩早已不见了棕林 她问遍了楼梯口的所有人 可大家都没见过她说的女孩 随后她打电话给陈一鸣 终于见到了男装的陆离 原来是知道陆离女儿生的陈一鸣 又帮她复活了一起 下班时陆离又换回了裙子 因为陆妈妈要她下班后立刻回家 没想到她捉女装的身影 又出现在了江一成年 于是江一成开始调查起了陆离的身份 陆离的入职自据证明 给我看见 她毕业证一招忘了带 生生中也过期了 我现在马上就催的 不用了 她找不出来了 教授 你们这些毕业生 有没有一个叫陆离的 我上次在茶馆 给你介绍的师妹就是她呀 这下陆离是女人的事实锤了 虽然这可以证明江一成的取向正常 但她并不高兴 因为她认定陆离是不管好意 别有用心之 原来江总的初恋也是程序员 三年前 初恋背叛了她 还携公司的巨款逃去了国外 自此备受情伤的江总不敬礼 一心工作 还规定公司不得招聘女程序员 如今见到为了工作不惜女犯男装的陆离 她更是觉得她目的不处 为此她专门为她设了一个圈套 当众揭穿她的身 隔天陆离规逼 就接到了漫画展人员的高报酬邀约电话 对方还让她推荐一个人员参加 就这样陆离很快被闺蜜拉倒了漫画员 漫画展上陆离扮演的是小龙女 不巧的是她的直男同事们扮演的是小龙女 陆离 你们带我来 过去 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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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的头发 人这物这都在 你要怎么解释 揭穿真相后将总问陆离如此这般进公司时和陆离 陆离说她非常喜欢他们公司研发的游戏 所以特别想成为公司的一员 我很喜欢这样的游戏 这个玩家创造出了简单不复杂的世界 这跟我喜欢变成的初衷是一样的 还算你有眼光 但是我最讨厌被欺骗了 你明天不用来什么 江总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不可以 你在我这没有讨厌 见江总已经下定决心开除她 她只能请求江总再给她一周的时间交接工作 希望在这一周里她能想到留下的办法 这个男人三年前被初恋伤害 一直走不出失恋的阴影 母亲为了治愈儿子 想尽各种办法为她安排相亲 可儿子非常抗议 从不认真对待 这可把母亲气得不行 老婆一生气 宠妻狂魔父亲立马坐不住了 一大早跑来公司告证人 一会儿把这张名片给你们小江总 告诉她今天中午十二天 如果她再不配合 我会把你们公司这几层楼全都收盘 到时候你们失业了 爸 吃都给也是被胁迫的 咱们合作吧 不算计我老婆 就是最好的合作 为了让公司存 江总只能认真地应付父亲安排的相亲 相亲使她戴上了陆里 让她替代自己和相亲与比赛攀岩 可陆里患有恐高者 虽凭一枪孤勇获得了比赛胜利 却不慎从高处摔了下来 江总只好上行接住了她 此时陆里在大家眼里可是男人 她俩这公主抱的姿势 让人产生无尽联想 自此江总和男人搂搂抱抱的传闻 就在贵妇圈传的风风火火 这可让江母着急地呼吸 儿子娶什么样的媳妇都可以 但媳妇怎样也不能是男人 江母随即派出女儿子童去了解情况 子童以为自己同小喜欢的一名哥哥和老哥有一同 便风风火火来老哥公司捉肩 却不料只是误会一场 几天后江母终于问到了儿子的消息 哪有什么鬼啊 自明就是一个不惧不处的女人 女人 听说儿子和女人在一起 这可把江母高兴坏了 立马跟踪起了路 我是义成的妈妈 我听说义成公司的程序组 招了个女生所以特别好奇 想看看 要不你明天到我家来做客 见路里拒绝 江母竟装起病来 她说她很希望路里明天能去她家陪她说说话 这可是路里暗恋之人的母亲 所以她很快同意了 第二天路里来到江家 江母一副看儿媳妇的样子 可路里既不会插花又不会做 和她的爱好完全不同 这让江母担心以后他们婆媳之间 没有共同话题不好受 就在这时 家里的电灯坏了 路里熟练地换上了新灯泡 你会换灯泡 我会做饭 这种互补关系也挺好的 突然江母的脚踩到了钉 脚滴滴的江母害怕得不行 路里却十分镇定理智 稳稳地背着她前往医院 这妥妥的安全感 让江母对这儿媳妇满意的心 江总听说母亲进了医院 通通赶过来 却在这里看到了路里 江总以为她接触自己的母亲 砍兵目的不处 于是对着她就是一顿疏处 你说什么呀儿子 你怎么要去对小狸啊 我可不答应 你才过了几个小时 你就把我妈搞定了 路里见此立马离开 谁知妈妈却责怪儿子 对路里不好 还对她发起脾气 是我请她到家里来做客的 你去赔礼道歉 去呀 去不去 妈 你去我爷庄了 说什么呢 妈 你没事吧 隔天江母就带着女儿 去路家提亲 其实我今天来呢 是向你提亲的 妈 你如果这样的话 我公司就会讨厌 哎呀妈 你怎么说应该念旧一下 这二十八年的父子情深吧 那我跟你妈还是三十年的夫妻情深 别说这阿姨 不理道歉 敬别紧 我 让青春 说这阿姨我干嘛 你们谁呀 你都要脏了 这种 这种 Mesk 秦总他后不了嘴 他可能后对了 端端啊 拜 让你哥去房间去 好好好 路里帮我一下 慢点 哎 怎么是你啊 我好像要一个 最深的情话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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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这干干什么呢 这小孩干嘛呢你 你又干了干什么呢 这 年轻人情投与何你情我愿的 亲近一些 也很正常 陈阿姨您误会了不是这样的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 那咱们就商量商量 小黎跟我们家亦成的婚事啊 我愿意结婚 这不是补带亲个嘴子要结婚的 我喜欢她很多年了 我学计算机是因为她 我女办男装进公司 也是因为她 如果我不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 那我以后 全都没有机会留在她身边了 刘子侯 你是不是往里面掺白酒算计我 我让她办的 妈 有你这么算计你自己儿子的吗 就因为 你想让我结婚吗 但你们这么一出 有问过人家陆迪吗 即便我愿意去 人家愿意嫁吗 我问过了 她愿意 老公啊 这件事你得跟我统一战线 不能像儿子一样让我生气啊 你说什么就是说 你是姜女 我是你手里的兵 老正直了我就打了 你忍心看我不幸福 我更不想看到我老婆因为女儿不幸福 那你忍心 看着我的婚姻成为一场惨剧吧 有用离这么好的女孩嫁给你 我们全家都得烧高厢的你扯不闹他就不会酿车传去 我还是不是你们亲生的了 不是的话谁管你借不借回 所以如果我不结婚的话 你要撤回投资 根据合同的约据 我是可以无条件提前撤回投资 如果我跳下去 你就会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吗 也许吧 算了 你跳了 走吧 现在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吗 有了 我们结婚 这个女子非常幸运地嫁给了自己爱人多年的男人 可是她一味付出的爱情并不是那么美好 临阵后两家人开心地为新元送上祝福 大家本想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 可新郎静义公司有事唯有准备顿出现场 今天是你结婚 就不能休息一天吗 结婚也不能耽误工作呀 我正好要回家收拾一下东西搬家 不如咱们改天再去吧 搬家 当然是搬到你家了 你们俩都结婚了 难道还分开来住吗 我 丈母娘看女婿不愿意 让陆离父亲陪女儿搬家 不得已将父只能用撤资威胁儿子陪媳妇搬家 看见女婿这么不情不愿陪女儿 丈母娘心痛得不死 虽然两人这么走了 可最终还是陆离一个人搬的家 针对这次结婚将总向陆离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 第一 结婚一年以后 如果有其中一个人想要离婚 另一个人必须无条件答应 必须禀藏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公司 不能让公司其他人知道 第三 不许干涉对方的私事 并且要签婚前行 被这些条件一修饰 她俩成了一张结婚证下的陌生 可陆离欣然接受 她的条件只有一个 我想继续回到公司上班 独自搬完家后 陆离有些饿 本想为自己煮点什么 可江一诚说她不能碰家里任何东西 为此她甚至连灯都没有开 那客厅怎么不开灯啊 不是你说不让我碰家里任何东西 要是这么听话的话 怎么不归归离职呢 得到江一诚默许 陆离大半夜终于为自己煮上一碗面 真是心酸 没见过新婚夜新娘独自吃方便面 煮食物的动静 还是炒得江一诚睡不着 从此她们的条约又多了一条 不能在十一点后发出任何声响 所以 你要吗 浪费是可耻的 你既然吃不完 那我就帮你 早知道我就买虾了 这是我们新婚第一餐 我希望吃点好吃的来寄点一下 这样惨兮兮的新娘终事 让江一诚有些愚心不如 陆离觉得他们既然结婚了 就应该经常一起吃饭 于是趁他们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提论 可江总从母亲那得知陆离不会阻碍 并不想委屈自己 为此陆离特地为她点了口碑不错的外卖 那我们石头肯妙部 如果我赢了 你以后就跟我一起吃饭 那要是你输了 以后就不再缠着我 她昨天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 两人的关系终于慢慢缓 江总以前对陆离就心生好 而今看到心心念念都是自己的小娇气 阴出练兽的伤中是慢慢被她治 有冰奶茶吗 抱歉我们这里没有 那我喝水就好了 我去下洗手间 你是掉厕所里 附近有很多奶茶店 不知道你喜欢喝那种口味 就把每一家的招牌全买了一遍 你是特意去买奶茶了 如果这么多我怎么喝得完 喝不完就给公司里的人分吧 不行 这些全是我的 谁都不举强 小两口终于幸福甜蜜了起来 可在结账时将一成竞看到了失踪三年的初恋 你奶茶都没拿 你不是说好的都是你的吗 俗话说前任一出现任必输 如今只是初恋的一个背影 就让她失魂落魄起来 陆离 他们本是一对隐婚的夫妻 这天将总敬当着所有人的面壁冬了妻子 因为她失踪三年的初恋 如今正光鲜亮丽地站在她的面前 虽然初恋的出现 让江总的心里犯起了不少原因 可以婚的她还是担起了丈夫的责任 努力抛开自己的烂桃花 江一成因为初恋消沉了三年 直到妻子的出现 她的生活才再次恢复了色态 她本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初恋的影响 却不想昨天只看到初恋背影 她就心虚荡漾的厉害 还因此忘了和妻子的约会 害得妻子等她等到了半夜 看着妻子为自己买的奶茶 江总决定对妻子负责道理 可第二日与公司合作的金主爸爸负责人 竟然是前女友 想到前女友的背叛 江总不管公司为此次合作做了多少努力 仍然果断拒绝了合作 黎曼见此单独和江总说明了她在她心里的位置 一成 我这次是因为你才回来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不能 可是你之前一直都是单身 难道不是在等我吗 等你 江总一心认为黎曼是贪慕虚荣的女 况且她现在还有了妻子 因此她不想和黎曼过多纠缠 为了让黎曼表正位置 江总现场必动了路人 也公布了他们结婚的事实 这劲爆的消息不仅震惊了全公司人民 还毁灭了黎曼对江亦诚的所有怀想 黎曼本不想破坏别人婚姻 可她无意中得知 江亦诚是受父亲撤资威胁 不得已才和陆离结婚 这让她觉得江亦诚特别爱她 于是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追回自己的真爱 黎曼让她父亲配合她演了一出戏 继而让江亦诚发现了三年前的真心 三年前黎父被高利贷追得走后无路 于是抢了女儿公司的原代码 卖给竞争公司 这是我们公司年多的鲜血 你不能把它卖给别人 你在外面欠多少钱我帮你还 但代码真的不能卖 你会毁了江亦诚的 黎曼为了阻拦父亲 顾兮以自杀威胁 两人争执间 黎父被水果刀锁伤 为了能顺利卖掉原代码 黎父净撞到女儿故意伤了 黎曼因此被拘留了15天 等他出来时 父亲已拿着卖原代码的钱逍遥好几天 在这期间江亦诚一直在寻找失踪的心上 还因为太过着急寻人直接出了车祸 当黎曼鼓起勇气去见江亦诚时 就当是我眼瞎了 能做出这种品行不端的事 肯定跟他受的教育 完见的熏炮有关 他根本就配不上 江母和江亦诚的对话让他特别自本 他也觉得自己配不上江亦诚 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出了国 在国外 他每天没日没夜地努力工业 就是想让自己做出成绩能够配得上江亦诚 经过三年的摸爬滚打 如今的他已占到了知名公司的高位 现在荣耀归来的他只想和欣赏人再续前缘 江亦诚本以为黎曼是贪慕虚荣的女 却不想他如此善良可怜 看着昔日的恋人 想到他对她一直以来的误解 他对她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也不知江种之后还能否经受住初恋的诱惑 小情侣第一次来酒店开房 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新型玫瑰花瓣 和暧昧蜡烛装点的温情地主 原来妹妹为了撮合哥哥和嫂 刻意将两人骗来这里 他两本事契约假夫妻 怕被妹妹发现 不得不硬着头皮住进了这间情侣房 陆离路过大床时 不小心被床耽搁了一下 江亦诚过来掀开备单 特殊用品赫然在目 这让两人顿时傻了人 正在这时妹妹前来查找 原来妹妹是受母亲委托前来撮合两人 我只是来传个意志 明天啊是小妮的生日 你哥哥那个没有良心的肯定不会记得 你啊过去提醒看一下 明天是他们在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 不必要好好庆祝一下啊 江总觉得确实应该为陆离好好过过生日 于是立马出去买生日蛋糕 可这是大半夜 大部分商铺都已关门 根本没有蛋糕卖 这也难不倒江总 他竟用水果亲手为老婆做了个水果蛋糕 看着这个独家专利蛋糕 陆离心里眼里都是感激的 这是我收到最好最特别的生日礼物了 希望此刻的幸福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随后两人开心快乐地享受着此时的浪漫 但当两人进入爱心酒店时 尴尬而又犯了 我先去洗澡 哦对了 子彤给你准备的睡衣 哦 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生日礼物 祝你们度过一个幸福的夜晚哦 江总也不知道妹妹会为她准备的这么周全 她觉得要是她对陆离有什么别样的动物 并会被她胖揍一门 为此她麻利地收拾起了一切暧昧场景 两人洗完澡后一起看电视 可陆离却看起了江一场 暧昧氛围再次升级 就连电视此时也放起了火热的画面 虽然江总吉利吞了几次口水掩饰着一样 但还是换了座位挡住了陆离的事情 尴尬的陆离只能提出几块休息 你是寿静 你睡床 我睡沙发 你要不然一起睡床吧 那就一起睡吧 两人于是双双地躺在床上聊起了天 可广播似乎也在提醒着她俩 还有什么是没错 一样的广播声音中 江一成似乎也在极力克制着身 下一刻陆离近为她俩戴上了耳机 两人就这样睡到了天亮 不得不说江总泰辜负这一百种神助光 就连这只猫都看不下去 不过她俩起床的姿势似乎还不错 第二日两人开始了田地的风景圣地之旅 他们在林荫古道上双人齐醒 在象征爱情的姻缘时前认定了对方 在手工店里为对方亲手制作礼 还让唐人师傅为他俩画上了专属头像 回去的路上 陆父陆母让女儿今晚回家吃饭过生日 他俩结婚这么久江总从没去过老让人家 今天他决定陪老婆一起回家过生日 一会儿我跟陆离一起回去 二老开心得不得了 赶紧去为他们精心准备饭菜 这对假夫妻似乎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真正恩爱的小夫妻 这个男人醉酒后看到初恋立马赌 四处嚷嚷着要回家 尼玛 你别碰我 我要回家 我来吧 我来回家 回家后还要反复确认 带自己回来的人不是初恋 看到是妻子 他这才对他轻轻抱抱起来 随后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他两个姻 迷迷糊糊间江义成还喊着陆离的名字 可这个离子却让陆离认为他喊的是初恋立马 心顿时像针扎一般 痛得他无法呼吸 因为江义成从未给过他任何安全 不久前江总特意向陆米索 他会和陆离一起去仗恋立马家 为他过生日 可有关黎曼的电话一打过来 他就丢下自己 丢下对老人家的承诺去找黎曼 虽然这只是黎曼设计让江总知道三年前的真相 但陆离并不知道 面对总盯着自己丈夫的黎曼 陆离决定约他出来宣誓主权 让他离自己丈夫远一点 可单纯与哪是心机绿茶的对手 他不仅没劝退黎曼还被他反摆了 那你信不信 我现在给他打一个电话 他就会像昨天一样 立刻过来 他已经答应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他不会来找你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谁在他心里更重 今天晚上 我父亲叫我过去 你可以陪我一起吗 好 随后江总立马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说他晚上有事 不能和他一起吃饭 心碰女主三秒钟 其实江总只是以为黎曼父亲又要打他 想帮他解决黎父对他的敲诈暴露 他最近应该不会警察你了 就当时之前 我对你录下的补偿 晚上陆离变向江总摊牌 他让他顾及下自己的感受 现在全公司都在传他被江总约 还提出了解决办法 以后就算要见他 也必须带上我 好 很快黎曼再次邀约江总共同参加行业交流会 他说要为他介绍人脉资源 如今江总和黎曼是合作公司双方的负责人 这样的交流会江总自然要参加 想到和陆离的约定 他决定带着老黎出席 还特意让他穿蓝色的衣服 因为这样着装上就会和他的衣服很相比 为了让老婆美美大 他还特意为老婆画上了精致的妆润 酒局上一个高管看中了陆离 投资人还让江总为他两宝和美 刚刚忘了介绍 那位陆小姐是我妻子 一句简单的介绍让黎曼心酸的不行 说吧他见到陆离就是一顿不怀好意的 一程之所以这么拼命地拉投资 就是为了摆脱他父母对他的人生控制 以免再次被威胁 不得不做出一些让他后悔的选择 江总被迫结婚一直是陆离心中的一根刺 此时这根刺又加深了几个 黎曼万万没想到醉了酒的江一诚 躲塌如躲洪水蒙手 见到陆离却开心一场 即使最久的江总表现出对陆离的无限偏爱 可清醒的他却从未给过他半分安全感 他对他的喜欢他从未提起过 他对黎曼的无感也从未向他解释过 所以即使两人回去后一夜温情 却经不住一个魔龙两可的离子江陆离的心机的痕 随后陆离换掉床单 戴江总醒后骗他什么都没发生 难道真的是我在做梦 当年你妈疯狂的迷恋弹钢琴 我为了容得你妈的芳心 短时间内我也疯狂的联系弹钢琴 后来没想到就得了借角力 要这么拼吗 这哪算拼啊 我再告诉你一个更拼的力 那会儿还根本没有这种礼貌球管 我跟你妈都在外头打击 结果有一天 你妈一不小心把球挡到树上去 我爬到树上替你妈捡球 结果呢 从树上摔了下来 右腿骨骨折 伤心动骨一百天 在医院堂了那么长时间才好 我告诉你 这都不叫伤 这叫爱情的勋章 还差点满 级别不够 等你把球捡够了你就开我了 这个蠢妻狂魔父亲一身做主 竟然这样教儿子疼老 原来一个月前江总让老婆退出她一直负责的玄中纪项目 转而参加另一个游戏比赛 因为新金女说陆梨资历不够 不能参加与他们公司合作的项目 不得已江总只能提出让陆梨参加游戏比赛 如果她能在游戏比赛中拿一等奖 就足以证明她的能力 这样她就可以继续负责玄中纪项目 新金女也同意了这个题目 因为这样她可以不非吹灰之力破坏她俩的关系 陆梨知道这个安排后很多情愿 因为玄中纪从创意到实施都是她亲力亲为 她不想放弃 新金女此时还故意加了一把 你要是能获得第一名 这也对益城获得投资会有很大的帮助 益城之所以这么拼命地拉投资 就是为了摆脱她父母对她的人生控制 以免再次被威胁 不得不做出一些让她后悔的选择 你让我参加比赛就是为了投资 有这方面原因 陆梨和江总的婚姻是靠江户撤资威胁人 这一直是陆梨的心病 而今在新金女的操作下 她认为江总让她一定要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是为了拉投资 以摆脱江户对她的婚姻控制 陆梨虽然心里委屈 但还是尽决尽格地参加了游戏比赛 只是她将自己的愤怒转发到游戏开发上 她想到职场中也会有很多人对老板 于是她开发的比赛游戏是 暴走老板 江总看了游戏哭笑不得 不过以她的专业眼光看 这款可爱之暴童的游戏并能拿到一等奖 但在他们提交游戏员代码的最后一天 新金女竟然将代码删了个彻底 却可怎么办 晚上六点就是代码提交截止日期 即使他们重新再写 时间上也来不及 为了帮老婆 江总请求老爹出马 希望他能让主办人将交代码的截止日期延迟到第二天早上 老爹于是趁此机会好好搓谋了下来 他让儿子给他当捡球员 等儿子累得挖挖教室 他告诉他为老婆再辛苦都是值得 还身体力行地告诉儿子 他以前是如何追他老婆了 陆黎有这样的功能 可能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戏吧 大家接到消息可以明早交代 于是都自发地通宵加班帮陆黎还原代码 可新金女却在此刻邀请江总去吃饭 虽然江总最后拒绝了 但陆黎看到的却是大家都为他加班 而江总却和新金女一起离开了公司 半夜时分陆黎不小心睡着了 江总接过他的键盘 帮他敲完了很大一部分代码 可这些陆黎都不知道 游戏代码终于顺利地上交 不出所料也获得了一等奖 陆黎也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 是新金女删了他们的代码 可当他向江总提出时 这个大猪提子江总竟是这样的态度 上班时间放着职工作 跑到老板办公室质疑合作方的领导 难道你不该道歉 他就是那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久 只是那个会胡闹的人 妻子怀了身孕独自去产检 可在回去的路上却发现有坏人吻 害怕慌张的他赶紧给老公打电话 可老公现在正在陪初恋 打了好多个电话号 江一诚你接电话呀江一诚 接听电话的竟然是初恋 喂江一诚 现在有人跟踪我 是我 现在一诚在我身边 好在他摔倒时用 胳膊支撑的身体 孩子才躲过了一截 可当他被送到医院时 看到老公此时正陪初恋在医院 心在此时碎裂成渣 几天前 陆离给老公送衣服时 无意发现他和初恋进入了一家酒店 他本不愿多想 因为老公说他要去见投资人 于是让前台帮忙查下房间号 他想将老公的衣服送去房间 可前台并没查到江总的开房信息 只查到黎曼的开房信息 黎曼并不属于江总的公司 如果江总去见投资人 为何是黎曼开的房 其实他们还真的只是去见投资人而已 之所以这么开房也是黎曼设计的 为了让陆离误会的更深一些 他还在江总衣服上涂上了口红 回家后陆离果然看到了江总衣服上的口红印 他的心冰凉的不行 可他没有任何资格指责江亦诚 因为他们只是契约婚姻 他们签订的婚前协议上协有 如果一方有喜欢的人 另一方无条件同意离婚 这段婚姻里 陆离懂事的让人心疼 他不会插花 但婆婆很喜欢 于是他学会了插花 他不会做饭 但他觉得妻子应该给老公做饭 于是学会了做饭 江亦诚喜欢吃虾 但陆离吃虾过敏 为了做出好口味的虾 他忍着过敏一遍遍的尝试虾的口味 终于做出了江亦诚喜欢的味道 陆离喜欢了江亦诚五年 本以为和他协议结婚 离他近一些 他们终会好起来 可江亦诚因为离慢一次又一次伤他的心 虽然每次他都没有任何解释 可只要他对他稍微好一点 他便忘记了伤痛 如今看到他出轨的铁证 陆离意识到或许感情是勉强不来的 就在这时他还发现自己怀了老公的孩子 如今他还没想清楚怎样面对江亦诚 于是引完怀孕信息 独自产检 可当他知道自己身处危险 孩子险些搞不住 而他的老公还陪在初恋身边 爱着急事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们离婚吧 我高三了 高三不好好上课 玩什么游戏 把头毒严了 小屁啊 我没有天天王 我只是比较喜欢造梦室 觉得这个游戏的开发者 好了不起啊 算你有眼光 这么快就突破技术语解 我这几天在造梦室 遇到了一个高三的小朋友 还挺有名 带着他玩游戏 结果得到了很多灵感 你已经十六天没上线了 大神 我决定听从你的建议 考计算机专业 所以高考以前 我不能再玩游戏了 我会考上新海大学 你在学校等我 我叫陆林 江亦诚再见 大神 我考上新海大学计算机系了 今天 我打听到了你的名字 如果我去找你 你还会记得 我是谁吗 我今天遇到你了 我叫 我不管你是谁 别再管你 今天在图书馆 我给你悄悄送了一幅画 你没有 但是回了我一个笑颜 好开心啊 今天你给我颁奖了 故事 你就站在我 左边的左边的左边 这是我们第一张合影 我会好好保存的 毕业后 毕业后 我一定会进你公司的 等我 我入职了公司 知道了你喜欢吃虾 今天 我要嫁给你了 你会喜欢上我吗 他回来了 原来 你不是不会喜欢人 只是不会喜欢我 江亦诚 再见 爸妈 陆迪呢 谁是你爸妈 你以后 但凡再来一次 我见一次 打一次 他去机场吧 怀有身孕的女子 独自来到陌生城市 开始新的生物 她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本以为找工作非常轻松 却不想招聘员听说 她怀了身孕 便以各种借口拒绝聘用她 这天陆离抱着一大洛书回家 进入电梯时 男人帮她捡起了掉落的书 书名为代码大全 陆景文因此知道了 陆离是学计算机的 不久后陆离的房门被她敲开 原来陆景文想让陆离 帮她修电门 这层我都敲过 都不是你 而且你知道多巧吗 我就助你楼上 她说电脑中有特别重要的文件 请陆离定要帮忙修好电脑 她的这波操作 让人感觉特别像海王的套路 于是陆离在她进门时 特意将房门打开 无意间陆景文发现了陆离的简秘 说来也巧 她俩竟然是笑语 她比陆离高级阶毕业 还是她的诗歌 见陆离熟练的修电门 她还给陆离介绍了 他们公司网管员工 公司离这儿也不远 上班很方便 那平时加班多吗 时间很对哦 看你自己成功 如果动作快效率高的话 你应该不用加班 就这样陆离成功的入组 新的人生 开始了 为了照顾宝宝 她提高工作效率同步加班 为了让宝宝有营养 她自己做饭 温宿搭配营养空格 每天晚上还要给宝宝讲讲睡前故事 只是闲暇时 她也会不自觉地想起孩子她吧 另一边 陆离离开后 江一城似乎开启了至少 妹妹头上的一条橡皮筋 让她想起了 和陆离共度的音乐 之前她一直以为这是一场梦 公司里的监控视频修复了 她这才发现 黎曼删除了陆离以前比赛的代理 但以前陆离当着她的面指控黎曼时 她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黎曼这里 抱歉 那在你眼里 她就是那个值得你信任的人 我跟你着急相处这么久 只是那个会胡闹的人 她还发现了陆离发生车祸时 跟踪她的坏人就是黎曼 而一直以父亲和她关系 不合伴可怜的离开 心机深沉的可怕 江一城决定为陆离讨回公道 她让黎曼主动退出 与他们公司合作的项目 不然她会将她 山代码的证据交给他们公司 这样她努力多年 获得的高管高位将会不好 黎曼彻底绝望 她没想到江一城 会为了陆离将她逼到儒府境 心灰意冷的 她还道出了其他物品 以前他们一起去酒店见客户室 陆离还查过他们的房间好 为了让陆离误会得更深一些 她还在她的衣服上 因为一群 她以为我们两个又在一起 所以才会对你彻底死心 你觉得 她还会原谅你吗 为了找到陆离 江一城每天都去 丈母娘家蹲 邻居大神有些看不过去 帮忙喊开了大门 她带了这么多东西 快进去吧 还在 谢谢阿姨 进入老丈人家后 看到四处堆的都是重庆特产 还有要继续重庆的指向 她顿时明白 陆离就在重庆 于是江一城秒速飞到了重庆 可不管她怎样找人 通过论坛找 通过广播找 始终没有老婆半点消息 江一城只好联系 一直在重庆发展的老同学陆离 希望她能帮忙找老婆 陆景文本想发动公司成员 一起帮她找人 却不想在这次聚会上 江一城看到了陆离 我把江一城找到了 抱抱 拿给你的仙珠 抱 太稳 起来 男人挤进周转后 终于找到了离开自己的老婆 于是喝醉后 直接对老同学 申起了咸珠水 陆离见他醉成这样 本想心软 为他准备一杯解酒的蜂蜜水 但转面又想到 他们不堪回首的过 他不想再走以前的老婆 第二日江一城 和陆景文醒来的画风是这样的 江一城准备常住陆景文家 因为陆离就住在他家楼下 江一城还准备去他公司考察 因为陆离就在他公司上班 于是他一大早开着租来的车来楼下接陆景文和陆离上班 因为陆景文的原因陆离也没能避开他 在车上江一城也是两三句话不离他了 可陆离压根不愿意他 甚至直接装睡起来 来到公司 江一城假借工作之谜 各种接近陆离 可陆离对他客气又疏远 很多时候直接无视他 你是来签离婚嫌疑的吗 不是 那没有什么好聊的 公司职员说 陆离经常和陆景文一起上下班 而且陆离经常频繁地出入陆总办公室 一转眼江一城又看到陆景文对陆离举止机 这可让他打翻了醋坛 可他的一枪怒火压根没处发行 因为陆离根本不理他 晚上吃饭时 陆景文直接给这个直男展示了 什么是正常男友的打开方式 小师妹海鲜过敏 所以不能吃 师妹喜欢吃酸辣 我们加一个酸菜鱼吧 冷气开太足了 我去过来 来 医生 那喝点了吧 郁闷的江一城为了避免陆离醒了 直接爆出了他在大学的黑历史 女生方面 我怎么会有你套路做 她去大学的时候 可是把十二星座的女村全集起 在私下江一城也多次提醒陆景文 对招惹陆离 可他的这个老同学 似乎真的对陆离伤心 我是心老 一个女生孤身 以人来到一个陌生的什么事 她表现得越独立 就越让人心痛 我们现在对她 充满了保护力 为了引起陆离的注意 江一城大晚上 在家里死命拍篮球 本以为住楼下的陆离 会受不了造成情来证换 可他这招压根没用 没办法 他只能深夜 直接去敲陆离的房门 可还没等陆离开门 他就被物业抓了起来 这下陆离和陆景文双双现身 因为保安通知他们来领 她是我妻子 是前妻 我们还没离婚呢 我可以随时跟你去谜证据 对不起 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江一城本想单独 和他解释清楚误 求得他的原谅 却不想单独见他太难了 不得已他只能当众解释误 误会虽然解释清楚 但陆离已经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了让江一城死心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他是 是 我 我终于等到这句话 是可以从诗词到开始 我就可以正式地从诗歌 转成为你的男朋友了 是啊 这个男人想和心上人拍张合照 可心上人已经有了男友 没办法的他只能摆好 老女友的姿势拍照 再合成一张情侣照 看着曾经高傲独爵如今这般可怜巴巴的精密车 陆离很是不忍心 因为他一直喜欢他 可想到他们曾经在一起时 他那么喜欢初恋 甚至在他面对危险 腹中宝宝险些保不住时 他还和初恋亲亲我我 而今陆离看到江一城专程来找他 还对他表现出各种深情 他只觉得那是他想补偿他 一如他们在一起时 他对他好一点 他就放下一切委屈 感动地原谅他 直到最后所有的委屈席卷了上 彻底将他击垮了 而今他不想再重蹈陆 他的假扮男友陆景流 为了帮他讨厌江一城 也特别尽致近 陆离因为工作原因 刚和江一城从办公室出来 就被他拦走了 江一城为陆旅准备的水 也被他默默收走 待他俩再次过来时 江一城只能对着陆离无辜的傻笑 江一城公司出了急事 为了处理公务 他连夜飞回去通宵工作 第二日一大早 又坐最早班飞机飞回来 哎呀 我做饭连夜飞回 今天海处理官工作 又立刻飞回 我现在真的已经很累了 能给我倒杯水吗 趁陆离帮他倒手的功 他坐在沙发上内的秒睡 无奈的陆离只能请来了陆景文 江一城约会陆离 陆景文也跟了过来 看着宣传火热的辣王争霸赛 陆景文假意说陆离想要那奖品 江一城便自告奋勇地上台 去吃生辣酒 看着辣的眼貌精心的江一城 陆景文都有些感动了 可陆离觉得他不喜欢自己 不应该将时间浪费在对他的补偿上 应该回去做他喜欢的事 见他喜欢的人 于是再次拒绝他 让他离开 或许一次真情的告白 能消除两人的隔壁 让他两重归于好 于是在一个月满星期的夜晚 江一城布置了一场 唯母的告白场景 我爱你 我保证 我会再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 我一辈子对你好 江一城说他想起了那个 让两人意乱情谊的夜晚 他说他喜欢他 希望他俩能重归于好 此时灯光亮起 浪漫的夜景称上温馨的布置 一切都恰到好处 陆离也感动地抬起手 准备抱抱这个他深爱的来 可下一刻他推开了他 或许他还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如果以前的事再来一次 他肯定会崩溃的发疯 不久后江一城发现陆离怀孕 是不是我是 我的孩子 联想到陆离刚拒绝 他就和陆景文谈笑风声 他想或许陆离真的喜欢上别人 江一城还会继续他的追欺路吗 男人发现心上人怀了身孕 他本以为自己要当爸爸 是不是我是 我的孩子 男人瞬间呆愣在原地心如死灰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江一城一直认为陆离 对自己五年的感情坚不可遂 所以之前不管他和陆景文表现得如何恩爱 他都坚信自己或追回他 可如今他们竟然有了孩子 这让他心痛得快要窒息 看着江一城落寞地离开 陆离也心痛得不行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要是不下一季猛药 怎么能确定他的真心呢 如果他真的爱你 一定会重新回来找你的 近段时间陆离对江一城冷漠的话语 一直回荡在江一城的耳边 他不想清醒 不想面对这一切 唯有让酒精不停地麻痹自己 宿醉后他觉得只要陆离幸福 他怎样难受都可 于是决定放手了 可父亲宽慰他的话 瞬间点醒了梦中原 你觉得你自己 了解那个姓陆子吗 他的性格怎么样 人品怎么样 工作状态 交友状况 家庭背景 这些你都了解吗 你连你情依最基本的情况 你都不了解 你就这么放心 把自己媳妇交出去啊 父亲说他们现在还没离婚 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他手里 他用自己追他老妈的力 鼓励儿子别逢把媳妇追回来 可万一这个陆景文 是个觉得托付的人啊 都不是你想的 至少你去做了 对不对 哪怕输 再输得心甘情愿 江一城想起陆离以前 那么勇敢地靠近自己 为了和他结婚恐高的 他在高台跳上 为了做出适合他口味的侠 他不顾自己对下过敏 反复尝试下的口味 他也不应该因为一点困难之处 很快他查到了陆景文的资料背景 让他没想到的是陆景文订婚了 这让他非常担心陆离 随后他火速飞向重启 找到陆景文 不管三七二十一胖做了他一顿 可怜的陆景文又受了无望之灾 当江一城将陆景文 有未婚妻的事告诉陆离时 他很惊讶 这让江一城认为 他的幸福只有陆景文才能给 如果你还想跟陆景文在一起的话 我有办法让他取消婚约 如果你的幸福跟快乐 只有陆景文能给 那我愿意放手成全你 可陆离说他会和陆景文分手 这让江一城又看到了希望 那我更不会放手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可是我 如果是因为孩子 大哥放心 我会把他当作 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跟你一起 把他抚养长大的 随后陆离果断 让陆景文抛弃了自己 陆景文也帮他 测出了江一城的真爱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天陆离回去 就收到了一大堆快点 原来是江一城 将自己的生活用品都记了过 要和他一起住 见他不同意 还耍起了我 在法律上 我们还是合法夫妻 所以我是你的 你也是我的 不主要 你能不能讲讲道理 咱们两个现在是分居 我现在不想讲道理 不得不说 这个钢铁直男 终于开窍了 你以为我亲你啊 我还没答应你呢 那你到底 有什么时候答应我啊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脸皮这么厚 爸说了 是男人呢 就别怂 别腿 别慕了 这个钢铁直男 突然开窍 变成了情商超高的 帅气门男 以前不会做饭的妻子 为他反复尝试 制作和他口味的菜品 而今江一成 时常研究孕妇试补 熟练的洗菜 切菜煮菜 不一会儿就能做出 一桌适合孕妇的菜肴 吃饭时 还不忘给陆驴科普 孕妇要吃得清淡一些 如果吃得太咸 会引发孕妇高血压 还会整缺斑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说过的 我会好好照顾 你跟宝妇 洗碗时江一成 也坚决不让陆驴插手 还说以后 做饭洗碗这些事 都是他来做 我就是突然觉得 你的转变太大了 我有点不太适应 那你以后要慢慢睡了 毕竟咱们两个 正在这两期 以前江一成 总是死鸭子贼 即使再喜欢陆驴 也从来不说 而今时刻都不忘 表露自己对陆驴的心 你转头发 你挺好看的 你以前 怎么没有舍鬼 我当然是怕你笑话 现在才在看 我应该在咱们结婚之前 就请喜欢上你 受货源建恩爱的小两口 来买防晒 一句新手爸爸 就让江一成高兴得不得了 这整得陆离不好一 直接开启了 一运傻三连模式 老婆 我喜欢你 我是小说 收音台在那边 回去的路上 陆离有些心事重重 因为如今江一成 认为他怀的是别人的汗 于是他问出了 让他疑惑疑久的问 真的不介意 我怀孕的事吗 说一点都不介意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在意的是 因为孩子 也是你的一国 所以我可以接受 看着他坦然的回答 陆离的心 似乎被阳光包围 暖暖的甜甜的 江总成天在这陪老婆 这让他公司里的员工 想念起了老板 于是他们组团 来劝老板娘和老板 一起回去 还给他带来了 一个支持者的深情目 以前陆离将自己 喜欢江一成的小日记 写在了一个游戏账号上 但自从他决定 离开江一成后 就再也没登陆 而今江一成 迟来的深情日记 也记录在了这里 看着这一出屏幕的深情 陆离感动得不醒 而这时 他身后的墙壁 缓缓打开 墙壁后面的大屏幕 播放着他们 曾经的温情照片 两人曾经美好的回忆 一日目回荡在他的脑海中 一点一滴牵动着 陆离心动的那颗心 于是他向江一成 伸开了回报 为何这个味道我会想念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跟你讲 花宝已经十六场了 我都画画了 太好了